深夜十点陪你读书 这里是十点读书 我是主播应游 今天要与您分享的文章来自作者花朵之兰 行走世间的三个锦囊 能力第三 态度第二 人品第一 有人问行走世间什么最重要 能力 态度 人品 答案是三者必不可少 如果非要 排出先后顺序 那么能力第三 态度第二 人品第一 有能力而无态度 犹如航船没有灯塔 早晚会迷途 有能力有态度 却没有好的人品 生命之舟失去动力 行之不远 行走人生 只有看清这个真相 才能御水搭桥 逢山开路 一路探图 一 能力是基础 铺就成功的基石 生活中有这样一类人 自己没有特长 却不肯潜心钻研 还想着一步登天 自己没有足够能力 却抱怨大环境不好 没有给自己施展才华的机会 其实抱怨不过是因为自己的能力撑不起梦想 只有真正有实力的人 才能披草斤斩棘 逆风翻盘 唯有想起莫言的经历 莫言小学五年级就辍学 在乡下劳动十余年 在那个连饭都吃不上 无数可读的年代 他把一本新华词典都翻烂了 在部队图书馆担任管理员期间 他用四年时间 读了一千多本文学书籍 他怀揣着作家梦 每天不断地学习和探索 勤奋彼更 就连和母亲聊天 莫言也要把一天的经历编成故事 揣摩着修炼语言和情节 在日积月累的沉淀下 莫言的写作能力显著提升 攒够了实力的他 终于等来了大放异彩的机会 《红高粱》 《蛙》等震惊文坛的剧作横空厨师 奠定了莫言的文坛地位 莫言说 当你的才华还撑不起你的野心的时候 你就应该静下心来学习 当你的能力还驾驭不了你的目标时 就应该沉下心来历练 申表赞同 一个能力出众的人才能出类拔萃 才能在面临任何困难和挑战时 坚定地绽放光芒 被命运青睐 能力不是天生的 而是积累出来的 如果现在的你还不够强大 不妨好好打磨自己的实力 用勤奋弥补不足 用认真提升本领 努力造就实力 积攒的每一分能力 都通往成功的道路 相信终有一日 你能凭借千锤百炼出来的能力 解锁闪闪发光的人生 二 态度是关键 掌舵梦想的方向 听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位叫塞尔玛的女子 陪丈夫铸扎在一个沙漠路军基地里 沙漠的环境十分恶劣 炎热难熬 她不胜气苦 尤其是丈夫外出演习后 语言不通的她 无法和当地人沟通交流 更觉得孤单寂寞 她忍不住写信给父母诉苦 爸爸的回信只有一句话 却改变了她的一生 两个人从牢房的铁窗望出去 一个人看到了泥土 一个人看到了星星 塞尔玛深受启发 开始主动改变自己 学习当地的语言 和左邻友社交朋友 研究沙漠里的植物 欣赏沙漠的日出日落 原本枯燥无比的日子 她过得有滋有味 改变人生态度 让她在沙漠里 找到了自己的星星 两年后 塞尔玛的快乐的城堡出版了 并成为了畅销书 古罗马哲学家西尼加说 差不多任何一种处境 无论是好是坏 都受到我们对待处境的 态度的影响 静由新生 转变做人做事的态度 境遇也会随之改变 态度不是万能的 但是它会把你想做的事情 往最好的方向发展 如果说人生是一艘船 能力是发动机 而态度则是方向盘 掌舵着梦想的方向 有主动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 人生之舟才不会偏航 人生往左往右 倒退或向前 往往取决于你的态度 顺风顺水时 不狂不傲 低调做人 高调做事 顺境懂得谦卑和克制 人生才会继续保持高光状态 身陷困境 切记一蹶不振 感叹命运不济 逆境懂得忍耐和勇敢 方能拥有涅槃重生的力量 平凡所遂的日子里 用心做好每一件事 吃好每一顿饭 平淡懂得知足和坦然 柴米油盐 也能谱写出失忆的人生 三 人品是根本 保障人生的航程 前不久 有位乘客 因为花式讨票上了热搜 他家住在江苏无锡 在上海上班 每天他都要乘坐 上海西站至无锡站区间段列车上下班 时间长了 他发现了一个小漏洞 可以通过买短程常来逃票 上车时 他用提前购买好的短途车票刷票上车 到站后躲在厕所里逃过检票 下车时 他就用靠近目的地的短途车票出站 通过这样的方式 他一年中竟然逃票了480次 虽然省下了近2万的车费 却面临着法律的制裁 更令人震惊的是 他拥有研究生学历 在一家大公司当工程师 原本不差这些钱 却偏偏贪图小利 人品不端 把好好的前程给葬送了 想起那句话 德不配位必有栽秧 德博而未尊 至小而谋大 利小而认重 显不及义 一个人德行 如果无法与他所处的地位 及收获的财富相匹配 就很容易招致灾祸 一时的歪门邪道 和投机取巧 也许会带来短暂的利益 却也给人生埋下了定时炸弹 习惯了小偷小摸 就很难在诱惑面前保持初心 总是谎话连篇就会偷知信任 导致众人疏远 经常贪图小便宜 就会把贪婪的胃口越撑越大 罔顾法律和道德约束 最终跌入深渊 人品是立根之本 厚德才能在乌 人品正的人时时受尊重 处处得帮助 人生之路自然越走越远 人品差的人即使再有能力 也如地基不稳的大厦 纵然一时风光无限 风吹雨打之下 也会轰然倒塌 一个人走得快靠的是能力 要想走得远 却要靠人品 为人处事 当以德为准生 用人品来引领人生远航 有句话说 生活从不亏待 每个努力向上的人 人生的路途荆棘遍布 有能力 态度 人品这三个锦囊加持 我们才能走得更顺畅和长远 锤炼扎扎实实的看家本领 用努力扛过沉寂期的落寞迷茫 用实力征服成功路上的拦路虎 培养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高处时坦然自得 不以物喜 低处时迎难而上 不以己悲 修炼上成的人品 吸纳好风水 用积攒的人品和善良 迎接更大的精细 和更好的运气 行走人生 当人品 态度 能力 相辅相成的时候 我们才能所向披靡 一往无前 好了 今天的文章 就为您分享到这儿了 更多美文 请继续关注十点读书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 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一起在阅读里 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应游 让我们再下个夜晚 再会了 请继续关注十点